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闻主播刘芳慈 恭喜新鲜人们 你的人生翻了新页 谢谢依依依的邀请 我人生做过两次新鲜人 愿换过跑道 那么我以下有三点 跟各位新鲜人分享 我觉得这是仿珠四海接准的 不管你们未来是投入到 哪一个行业产业 希望都是可以有受用 特别是大胆谦虚还有专业 我们都说出生之毒不畏虎 其实这个时候你正年轻 你是新人 所以你被允许犯错的机会是最大 那这时候我觉得你不要play safe 你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第二个是谦虚 进入职场 我觉得会开始面临到 四面八方的各种的批评 那这时候批评 你全部都要听进去 你要虚心 那你就放在心里头 因为这个时候 时间会证明 哪一些批评是客观 哪一些批评是主观的 那当然你后来知道 哪一些是给你客观兼顾的 前辈也好 同事也好 你要好好的感谢他们 第三个 最后一个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专业 我觉得进入职场 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换是 你会觉得跟以前学生时代不一样 你要经营的东西比较多了 你要经营人脉 你要整合资源 你要懂得做人处事等等 那其实不要本末导致 这些固然重要 可是你把自己科技本分 你把自己的专业价值 把自己大补血 创造你被需要的价值 那这个时候 人脉资源 自然而然 就会考过来了 以上是我的三个经验分享 那么最后我也祝大家 遇到很多的挑战 然后变成你的养分 吃方词 拜拜啰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